《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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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位好朋友 他說他看了《刘晨歲月》 自己感觸非常多 我演的這一幕 在他身上發生了不下二十次 思考自己每天的奮鬥 然後思考自己現在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也挺有意義的吧 嗯 對 Hello 新推薦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何洪山 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在這裡見面 在《刘晨歲月》裡面 我飾演的是圓圓嘛 圓圓是一個非常接地氣的 這麼一個女生 我來介紹一下 圓圓 蔣男孫 圓圓她是張安仁的前女友 那張安仁呢是蔣男孫的男友 她們的感情我覺得還挺複雜的 你跟張安仁到底什麼關係 青梅竹馬 她來到上海之後 愛上了你 跟我分手 但她承諾我 會對我的未來負責 那《刘晨歲月》講的是 朱所所和蔣男孫 這兩個女孩的成長故事 在圓圓出現之後 朱所所就一直對圓圓 就是充滿了敌意 朱所所 男孫的閨蜜 你好 張安仁 我跟你認識這麼多年 都不知道你還有什麼朋友 以後呢什麼事情該做 什麼事情不該做 你好好想想清楚 你身上這個香水味道太濃了 你要是敢欺負蔣男孫 就是在欺負我朱所所 你對蔣男孫真夠好的 我真的很羨慕他們兩個之間的友情 我相信很多看劇的觀眾 跟我的感受應該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圓圓她 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 她不太像蔣男孫這樣 是一個落魄的公主 那蔣男孫呢 是成長在一個比較傳統的家庭 她就是有那種大小姐的感覺 看看哪些是你說的名牌 全要拿走 也不太像朱所所這樣 是一個絕代的家人 帶著旺盛的生命力 她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鏡頭 但是這個萬一美夢落空 也不會太尷尬 萬一美夢成真的呢 我相信就是我們生活中 也會有很多的人 像圓圓一樣 一直不停地在努力著 為自己的每一天奮鬥著 有一場戲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圓圓在燈火輝煌的上海 街頭自拍 那背景是東方明珠 那自拍之後 然後看著遠方 給自己做了一個加油的手勢 這個鏡頭非常短 就幾秒鐘 但是我覺得 對於這個人物的塑造呢 是點睛之筆 這段戲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雖然沒有任何台詞 但是你一下就能夠體會到 她對這個城市的渴望 她可能一開始沒有那麼討喜 會把自己的野心呢 就寫在臉上 在最好的寫字樓上班 穿好看的衣服 她對她身邊的人 其實是不太能夠信任的 有一場戲就是 我要賣房子 給蔣男孫的朋友 你朋友房子買好了 算是買好了吧 她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蔣男孫她一定是讓我失敗的 她不會讓我做成這張生意的 跟你覺得成功的辦了我一下有關係 在我能幫忙的情況下 我當然希望她們能拿到最大的優惠 但實際上蔣男孫只是為了 單純的幫她朋友要這一份折扣 她其實後來看到蔣男孫身上 很美好的東西 也明白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其實是可以超過物質的 圓圓挺自卑的 但是不管多自卑 她都一直在努力的路上 當某天我闖進你的夢想 你以為在誰 我也許不是最有天分的那個 但我一定會是最美麗的那個 我需要的是時間